欢迎回来 接下来我们请到韩冰哥 可以看到这一层川普胜出 不过旧金山可以说是在这个全美最难的地方 但这一次在这个大选当中 有一个投票区非常大的比例 这个票是投给川普的 好旧金山整体对贺锦丽的支持度很高 来到81% 但是呢川普在维斯塔西雄谷等 亚裔工作区这个阶级聚居的一个这个区域 表现是最好的 甚至在这个区域他每一个投票区 他都是胜出的 分析民众对民主党掌权者放任了犯罪 毒品游民等等感到灰心 而在大选过后呢就发现 美国在搜寻移民的次数是大增的 但是有多国现在要求了申请人 必须你的祖先啦 祖父母辈或是父母辈 曾经是他们国家的国人 才能够提供双重的国籍 包含了像是英国法国家等等 川普这次上台 其实美国内部撕裂非常厉害 很多美国人认为就是川普上来 他们的社会生活会发生非常剧烈的改变 所以呢有人就打算移民 甚至马斯克的女儿不是直接说 他这辈子再不要回美国了 他就要离开了 那甚至我还看到还蛮有趣的 美国有邮轮业者 特地就是说川普上台你不用担心 你未来四年都可以在邮轮上度过 四年嘛四年的时间 他提供很多方案就是你也可以体验的 比如说先来半年几个月也没关系 或是两年的一年的都随便你 但最高就可以四年 就等于川普执政这四年 你都可以在邮轮上 你都不用在美国境内 对都不用在美国境内 你就可以逃离川普的虐待 那当然这是一个噱头啦 但我觉得你也可以反映出 美国人对川普 有一部分人是多厌恶 那在这个维斯塔西红谷这个地方呢 其实大家觉得很奇怪 亚裔为什么会去支持川普 川普给人家一种白人至上 好像对其他种族都相对蔑视 可是我跟你讲 这次川普会影有很大一部分是 包括就非白人的种群啊 包括黑人包括亚裔 包括其他这些种族 支持川普的比例比上一次高很多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其实就是他们举出来的原因 你知道亚洲人或是其他这些人 就是很多移民到美国的人 他们想要在这个地方生活 想要努力赚钱 可是民主党这四年 其实去过度的强调LGBTQ啊 这些东西啊 过度强调一些很奇特的 感觉上有点跟传统价值不一样的 这种所谓的民主 然后让很多人觉得他们的生活 不在安全 比如说零元购 比如说这种很多奇奇怪怪 对犯罪者的重放 所以会让大家觉得说 我的传统的生活价值已经消失了 那我生活在美国不在安全 所以与其这样子 虽然他们也知道 川普可能会很独裁 川普可能很多地方是有歧视性的 可是我宁愿接受这种东西 至少能够维持一个相对安稳的生活 对很多人就变成这样的一个选择 所以我觉得 这次民主党应该要痛定死痛 他们很多东西真的是搞过头 特别是你看他们在选战的最末期的时候 他们居然用堕胎当做选举的主軸 这是非常诡异的 也就是堕胎当然也是人权之一 可是问题是 这种东西怎么会变成选战的主軸 有多少人生活是里头需要堕胎的 这个很奇怪 而且我说真的 不是啦 真正有堕胎需求的人 不管你答不答应他都会去堕胎 我讲出来的话就是这样 不管他是合法还是不合法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我个人认为说 民主党第一个整个选举走错了 第二个过去四年 他们在LGBTQ这个方向走得过度极端了 不是说这种东西不行 你看 他们到后来把好莱坞的影片搞成 什么片子都一定要有黑人 什么片子都一定要有色总群 这个不是很奇怪吗 这个其实很多人是很难接受这一点 不知道是我们太落伍还是他们太先进 这个我就不得而知 因为你脱离现在一般人的生活太远 所以我觉得民主党如果没有办法 赶快找回自己的方向 赶快重新贴近民意 其实川普现在正在积极培养范师 他的副手 因为川普未来很多官司啊 他也担心万一他一下台 你看他这次这样二搞下去 他这四年累计的官司 肯定比上次那四年还多 所以他必须要确保接班人能够保护他 所以他已经在培养 对他现在已经 他们现在是全力在培养范师 希望范师能够接报 那所以如果就民主党还是持续 过去四年这一种价值观的话 可能四年之后就是范师接任 那民主党能够失去政权多久 美国能够沉沦多久 我觉得美国人自己要去想清楚 是好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总统 好这个前总统川普 那么现在再次的要回归 还没有上任 但是呢是不是预期未来 因为他在过去在竞选时候的谈话 好预期将会加强对中制裁 全球的半导体现在也掀起了加速的去中国化 但是反倒是越南的部分是最大的受惠国 那么在南韩的一个报导表示说 现在在这边三星投资厂商 开始已经在越南投资了 海力士呢原定扩大大陆五锡厂 这个部分产能叫停 改用于扩大南韩厂 那另外同时在美风测大厂呢 在越南投资有16亿美元新建厂 欧盟的新经济预测 今年整体的经济成长0.9% 2025是1.5% 但是投资负成长1.6% 最大的经济体德国投资更是衰退了3% 请教汉听 现在都唱衰说中国大陆经济不好 但是如果我们看绝对数字来看的话 欧盟的经济比中国大陆经济差得多 民进党告诉大家 当中美未来展开贸易竞争的时候 贸易战的时候 那么台湾呢可以接到很多转单的效应 你看很多的厂商 它一定都会从大陆撤出到台湾 但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是 可能更多跑到越南 跑到泰国 跑到印度 跑到墨西哥 跑到加拿大 而且就连台湾的厂 也都要被迫迁到上面这几个地方 或者被迫要远离台湾 到那些地方去做投资 这也是民进党说不告诉你的事实 那么实际上 当这个川普上台之后 对全球主要的经济 还是会有一些很重要的影响 第一个当然是整个的贸易格局 大幅的改变 尤其呢它不仅是对中国大陆 包含对欧盟 甚至也对很多的国家 通通都要加关税 那么这就会造成庞大的不确定性 扰乱了全球的供应链 引发了多边跟双边的贸易战 不过这当然这每一个时间是非常长的 到底有没有办法在这四年当中 实现对每一个国家都能够增高关税 因为一定还有谈判的过程 而且不是只有跟中国大陆 这一大堆的国家都要接着谈 那这当然会对全球的贸易 长期处于不确定的状态 所以各种的金融 也都会引起很大的动荡 那么就举先前的例子 就造成的是什么呢 国际的投资环境更加不确定 而导致了压抑跨国投资的活动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数据 就是2018年我们举川普第一任时期为例 全球外国投资直接下降了13% 而且达到了1.3万亿美元的损失 直接点出原因 就是因为美国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 而且这也会使得很多的关税壁垒增加 然后让全球的产业链都增加了它的贸易成本 本来是我们可以彼此贸易 你做你有的我做我有的 结果现在发现我没有的我还得自己做 或者现在发现我们没有办法正常的贸易往来了 大家的成本高度上升 也导致全球经济的放缓 同样在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19年10月发布的报告直接讲说 当年全球的经济增长率从3.6%降到3% 为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川普所带头的高关税的政策 所以尤其未来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就会更大 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 美国对中国大陆的商品加征关税 会使得全球贫困率上升0.2个百分点 未来会有800万人可能因此陷入极端贫困的状态 那当然美国自己国内也会是受害者 对吧你每加征1%的关税 可能就要增加1.4%的通货膨胀的指数 所以这美国人是期待说 哎呀我们要解决现在的通货膨胀啊 所以才投给了川普 但是川普的高关税 反而会使得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更加严峻 所以到底未来川普要如何在两年以内 因为要面临的其中选举 既能够实现他的政见 就是要对外苛征高关税 那又如何要降低自己内部的通货膨胀 那恐怕川普这两年内他的任务是非常重大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火腹路 全窍精华 精华霜 即刻启动动力密码